巴林,正式名称为巴林王国,是位于波斯湾中部的一个小型岛国,属于中东地区。 以下是对巴林的简要介绍。 1.地理位置,巴林位于波斯湾西侧,位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之间,是一个由33个小岛组成的国家。 它通过桥梁与沙特阿拉伯相连。 2.历史背景,巴林拥有悠久的历史,曾经是古代贸易和航海的中心,也是珍珠渔业的重要产地。 19世纪末,英国对巴林产生影响,随后巴林成为一个英国保护国,直至1971年独立。 3.文化特点,巴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,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, 但也有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等国的外籍劳工。 伊斯兰教是主要宗教,国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。 4.政治体制,巴林是君主制国家,国王是最高元首,国内政治环境较为稳定,但曾经面临过社会抗议和政治动荡。 5.经济状况,巴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,经济主要以金融、石油产业和旅游为支柱。 6.该国的金融自由度较高,在波斯湾地区拥有较大的金融业务。 6.旅游资源,巴林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,包括古老的古迹、博物馆和艺术展览。 该国还以其海滩、高级酒店和购物中心吸引着游客。 7.社会生活,巴林社会相对开放,社会活动和文化交流丰富。 8.伊斯兰教法在国家法律中扮演一定角色,但该国也有一定的宗教宽容度。 8.当前状况,巴林在近年来努力推动经济多元化,提升旅游业的发展。 8.然而,该国也在一些政治和人权问题上受到国际关注。 8.总之,巴林是一个具有历史底蕴和多元文化的国家,以其独特的文化遗产,经济特点和旅游资源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 8.总之,巴林在近年来努力推动。 8.总之,巴林在近年来努力推动。 感谢观看